中原古迹带你走起 这里是河南省登峰市 在我面前的是大法王寺 大法王寺是松阳景区的一部分 买太日山50块钱的门票 包含大法王寺 我们先环视一下四周 这一个石碑逆光 大法王寺始建于东汉 是我国最古老的寺院之一 它比白马寺晚了四年 但是比扫林寺早了四百二十年 有松山第一名圣之称 在我面前的就是山门 一个新秀的大门 这大门是一个 歇山顶的建筑 在两边啊 有僧人在练武 穿过山门 上方是蔚来佛殿 这下面啊 有很多立的石碑 那边同样有僧人 或者说是学生在练武 我们上去 看蔚来佛殿 踩着台阶上来了 这就是蔚来佛殿 这就是蔚来佛殿 蔚来佛啊就是弥勒佛 我们在门外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一般不进里面拍佛像 这锅道上啊两边还是石碑很多 对面是课堂 这上方又是一个大殿 这是天王殿 我们上去 这光台阶啊踩得都够累了 这个就是天王殿了 天王殿 东面 是钟楼 西面 是古楼 城中木古 哇 好漂亮 这后面是两棵千年银杏树 哇 叶子已经开始微微泛黄了 再过个一两星期啊 肯定是非常漂亮 另外上面开始结果了 结果是那种白果 这后面就是大雄宝殿 也是法王寺的正殿 还有多少方式这样 在大雄宝殿前面 还有一个紫巾连池 里面有小金鱼 还有很多人往中间扔硬币 我记得往后面走 我记得往后面走 tested 供奉的是第三王菩薩 都有翻新的迹象啊 这是一个新狮子 但是下面也被摸的是通量 通气发亮 这后面是西方圣人殿 这西方圣人是谁 刚刚了解了一下 那个西方圣人殿 又叫毗独殿 供奉的是毗禄侄纳佛 在西方圣人殿后面 是卧佛殿 也叫藏经阁 是法王寺最后的一个佛殿了 其实在这卧佛殿的后面 还有很多座古典的砖塔 但是现在那边正在维修 不让参观 那这个法王寺 我们就录到这里 在这边 是柔和你 还是柔和你 就像是柔和你 还是柔和你